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偏不易 借过免不及 中庸的现代哲学阐释 极为度 适度 中庸的最高境界是中和 至中于和 就是天下的达道 为天下之至成 为能达到协和阴阳的中庸之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中庸之道 就是融合如道 化育万物的第三条路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之路 金海峰 长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长春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 吉林省孔子学院副院长 长春市孔子研究会副会长 吉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 吉林省孔子学会 吉林省语言学会副秘书长 国家语言文字十五规划项目课题负责人 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项目重点课题负责人 金淡格规范字书写教学法发明人 专利全人 发表 如家成功学相关论著 参与策划 长春文庙 2005年全球联合季孔 2006海峡两岸联合季孔 国学大讲堂整体运作 负责开展儒家文化民间传播的参与性研究等系列课题研究 我们说中庸是极高名额的道中庸 在前几集呢 我们讲过 中庸 是用超向思维的方式 把儒家思想的 内在核心理路 揭示了出来 那么呢 在对什么是中庸的问题 进行不断的佐证的过程中 在中庸这篇文章里 又举了很多例子 通过这些例子 我们知道 所谓中庸的中 有两个海 一者 是内在意思 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 为之中 还有一个意思呢 那就是中间十度的意思 是直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 庸呢 有三个意思 一是用 所谓中庸 就是用中 第二个意思呢 是中不偏 庸不义 是不偏 不义的意思 那第三个意思 庸 庸常 平常的意思 所谓 庸得之行 庸言之谨 是也 那何其而言 其实中庸 就是至中和 上一讲 我们举了鬼神的例子 来证明 中庸 无所不在 又拿出了 大顺的例子 因为顺本身 就是直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仍然是以 中王朝 几位开国新军的例子 来证明 什么是中庸 紫约 无忧者 其为文王乎 以王纪为父 以武王为子 副座之 此素质 王钻 太王 王纪 文王之旭 一荣 一荣一 而有天下 身不识天下 的血 尊为天子 佛有四海之内 尊要详之 子孙保持 无忧者 无忧者 其为文王乎 无忧者 在孔子这里边 认为 文王 是一个 古代境遇最好 无忧无虑的人 但是 我们通过历史考核 文王的一生 其实 文王是 一生忧情 那为什么 孔子又说 文王 他是无忧呢 我们结合 儒家经典中的 其他 著作 就对这个问题呢 能有一个 很好的回答 孔子说过 仁者 不忧 智者 不忧 而 勇者 不忧 那实质上 所谓的 无忧者 其为文王乎 那就是 即到 文王之 仁 因为 仁者 无忧 文王 为什么 无忧呢 他以 王继为父 是以武王为子 是父 作之 而子 敘之 周文王 姬昌 在音乡的时候 就被 封为 西伯 他呢 实质上 在 他 这个 那个时期 他已经是三僧天下 有其二了 但是呢 他没有 在他 这个 活着的时候 举其 推翻 引上 他实际上是 发展 自己 这个 领地内的 这个 经济 养育 德行 使民心 归舟 他的这种 自相 实际上是 从他的父亲 王继这 就开始了 大家知道 这个 周王朝啊 从 勾留 向下 发展 一直到了 文王的 爷爷的时候 是 古宫 担父 这古宫 担父呢 他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 太伯 二儿子 一众 三儿子 是王继 这古宫 担父呢 就是因为 看到 王继的 儿子 姬昌 非常的 贤能 就有意 要把这个 诸侯 这个位置 就要把自己 这个 这个 这个宗族的 领袖的位置 传给 姬昌 那么 太伯和 于仲 就看出了 父亲的 这个思想 本来 太伯是老大 于仲 是老二 两个人 就都 远顿了 就都走了 然后呢 让父亲 把这位子 传给了老三 从此呢 就传到了 姬昌这里 所以姬昌 实际上 他是 在继承着 就爷爷和父亲的 这种 志向 那么呢 他的这种志向 又被他的儿子 王继发 继承下来 到了 激发这一块 这个 周的这一支呢 实力也很强大 最后呢 推翻了 阴朝 建立了 周的政权 呃 雷王啊 他是一个 忍者 他以王继为父 以武王 为子 父 这一辈儿 是使 郑作 使为之 而子这一辈儿 是继承了 他这个事业 那实质上 是几代人 都向着一个目标 在努力 当武王这儿 武王钻 太王 王继 文王之虚 太王 就是指 武功 担负 王继 那是 文王的 父亲 那文王 是他的父亲 武王 尊 太王 王继 文王之虚 是把这个志向 一直保存下来了 依荣衣而有天下 拼上战袍之后 就夺取了 殷上的政权 所以呢 也说 有匹夫之勇 有这个 这个天子之怒 那天子一怒 而天下居住 他是穿上了荣衣 就获得了天下 身不识天下之显明 君为天子 富有四海之内 是尊庙祥之 子孙保之 文王呢 实质上 把周的事业 发扬广大了 到了他这一辈 穿上战袍 开始征战 获得了政权 但是呢 实质上 武王在夺取政权的时候 武王年龄已经很大了 他夺了政权 不到一年之内 他就逝去了 但是他的功绩 却在历史上 很好地被人们传送 保留了下来 所以宗庙祥之 是子孙保之 武王末受命 武王在晚年的时候 才承受了这样的天命 才担起了建立 周王朝的这种大人 一容易有天下 但是呢 但是呢 接了 这个周啊 推翻了殷生政权之后 那武王也就去世了 那武王末受命之后 周公成文武之德 这又是一辈人 周公 鸡姓鸡蛋 是武王的弟弟 叫周公蛋 周公成文武之德 他是上乘的周文王 周武王 这种字像 追望太王王继 上司先公以天子之力 实际上带了武王这 夺了政权之后 才成为天子 但是周公呢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孝的人 他在协助着武王 推翻了殷生政权之后 他辅佐武王的儿子 陈王 那时候陈王还很小 周公摄政 那周公成文武之德 追望太王王继 上司先公以天子之力 实际上 这个 古公担负 也只是 这个 周这个部落中的一个部落首领 只有当周 这一支 他推翻了 殷商政权 获得了 这个天下之后 武王这儿才成为天子 但是呢 周公 这个继承了武王的 这种遗志 他将太王 故宫担负 分为太王 王继 继 也分为王 那 文王 就更不代言了 所以他 把呢 这个 他的主先 几辈人 都封为王 追封为王 所以上司先公 以天子之力 是用天子之力 来 这个 祭祀 他的主先 那 那实质上 这是一种 获得了 功继之后 要追尼 祖先的 这么一种 形式 这在 这个 先秦时期 在 特别是在 这个 英州时期 这种礼呢 它是 很隆重的 在诗经中的 诵的那一部分 实质上 就是 专为这种礼 所做的 做的歌 做的义 所以所谓的诵 是 美圣德之学 以其成功 来 告语主先 是这么 的 那上司 先公 以天子之力 这种礼 由天子 向下推 司礼 也 达呼 诸侯 达呼 一世 素人 那也就是因为 这样的礼 的隆重 成为了 天下的典番 那 往下再推及 各个诸侯 达呼 是 素人 那 全天下 都遵循着 这样的礼 实际上 这就是 礼仪 天下 为天下 示范 那 这种礼 一点一点的 由近 极远的 推移到社会上 那这种礼的 具体的方式 是什么呀 父为 大夫 子为 是 藏 大夫 记 父为 氏 子为 大夫 是 藏 氏 记 大夫 很有意思的 如果 父亲 这一辈 是 大夫 而 子 这一辈 是 氏的话 你像 孔子 孔子 他父亲 去世的时候 他的父亲 是 周帝的 大夫 而那个时候的 孔子 还没有 功名 只是一个氏 那 父为 大夫 子为氏 是 仗以 大夫 记 以氏 仗 下仗 的时候 那是要按 死者的身份 来 使用 这个 仗礼 是以 大夫 的 这种 利益 来 仗 父亲 那 祭典的时候 是以 活着的人 是以 生存者的身份 职位 去祭典 所以 父为 大夫 子为氏 是 仗以 大夫 祭以氏 而 父为 氏 子为 大夫 的时候 如果到了 儿子 这一辈 做得更好 比父亲 还好 父亲 那一辈 是氏 到了 儿子 这一辈 是大夫 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那要 仗以氏 记 以大夫 用 氏的 礼节 仗 用 大夫 的 礼节 去 记 实际上 这个 礼呢 到这个 时候 就已经 区别 细分的 非常 具体了 就是文明的 程度 特别是从 道德 层面上 这种 礼仪的 程度 那就越来的 越细化 越来的 越具体 实际上 也是标明着 这个文明的 程度 是越来的 越高 鸡之上 大乎 大夫 三年之上 大乎 天子 父母之上 无贵 一 什么意思呢 鸡之上 一年的 这个 守伤的时候 是在 大夫 这个范围内 你要守 一年 鸡者 一整年 三年之上 大乎天子 最后呢 这种 丧礼 但是这个天子 要是上 去世的时候 那要 天下之上 自上三年 实际这个礼 就很 很重了 而 父母之上 无贵 都是一样的 父母要是去世了 这子女守孝 守多长时间呢 要守三年 那不管你是 多高 还是 这个地位 多么 这个低位 只要是 为父母 守上 那都是三年 当然了 在社会生活中呢 还有一些 对这个问题呢 也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 你像孔子的弟子 这个宰我 宰我 就是一个 比较 激进的 那么一个年轻人 他就认为 说三年不为礼 礼必坏 三年不为月 月必翁 实际 春秋 到了 中晚期 已经是那种 礼坏 越崩的 那么一个状态了 所以在 宰我这会儿 他就认为 说守三年之伤 那时间太长了 你说没有必要 然后孔子就问他 说你父母要是去世了 你这个穿着好衣服 吃着这个美食 你这个心里边安吗 这宰我 就说我安 孔子说 那就没有办法 那你安 那你就那么做吧 最后呢 他感觉到呢 这个 这样的思想 还是不对头 于是乎又对 这个 宰我说 说 人啊 从出生的时候 三年 就三岁之前 是不离父母之怀的 这三年之伤 实质上是对父母 那种养育之恩的 一个起码的回报 你长大了 你觉得你什么能力都有了 你把这个事情就忘了 实际这是不好的 等到孔子去世的时候 那孔子的那些弟子们 都为孔子去守孝 这些弟子一般都守孝三年 唯独孔子最喜爱的弟子 自贡 为孔子守孝六年 在中国文化史上 这是被传为佳话 美谈 那这个礼呢 在这里边呢 又从 这个周王朝的礼制上 又做了一个进步的分析 为基之商 大户大福 大福得守一年 要是大福去守 那是得守一年的 它是指 这个大福 他 他所统治的 那个领地里边的人 不是指他的晚辈 或者是他的亲人 如果要是他的晚辈的话 如果要是他的子女的话 那要按照守父母之商的方式 那要守孝三年的 天下通丧 那只是为天子守孝三年 而父母之商 那吴贵贱都一样 全是三年 这是 这是对礼的一个解释 至于武王周公 其达孝以后 他孝者 散继人之志 散述人之事 所以 什么是孝啊 孔子说 武王周公 那就是达孝啊 那是孝的榜样啊 为什么呢 他散继人之志 散述人之事 所以 所谓 散人之志 那是能够把 父母的理想 传承 发扬下去 那就是散继人之志 孔子 几次就强调 我父在 观其志 父母观其行 三年 无改于 父大 可为孝与 就是看你的理想 看你的言行 大孝者 是散于继承 这个 父兄的 这种志向 而且还能散述人之志 这也 能够把自己祖先的 那些光辉的事迹 传承下来 传播出去 发扬光大 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祖先 在 这个 创业期间 那种精细 他们的那种感人的事迹 这是散述人之志 怎么做呢 怎么做才能是散迹人之志 散述人之志 那是要通过祭祀的方式 来完成 所以中国古代特别重视祭祀 在不同的时期 都要有一些大型的祭祀的活动 国之大礼宗的一礼 那就是祭礼 我们看 我春秋修期主庙 晨期宗期 舍期桑衣 见期实时 宗庙之礼 所以去招募 去诀 所以便贵贱 去试 所以便行 这一段文字呢 也和我们现实生活距离比较远 所以我们读起来呢 不容易读懂 什么意思呢 春秋 实际上它是 以春代夏 以秋连冬 这个春秋 其实讲的就是一年四季 实际是讲连福一年 也是指人这一年中的活动 后来我们就用这个春秋 来代表人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 我们一旦说到史书的时候 我们推的也就是春秋 据说孔子是据卢史 修春秋 讲卢国的历史 定为春秋 那实际上这个春秋 就是代表着 这个历史的发展 而且也正是因为 我们这个古代 这一部记录历史的这个著作 叫春秋 所以我也 我们也就把这个春秋著作中 所记载的那段历史时期 称之为春秋时期 实际上在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 这个春秋战国 这个春秋这个名 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依据于 孔子所修的那个春秋 那个金的名 而定的 在这里呢 说春秋 是修其祖庙 要把这个祖庙 祭祖的庙 这个太庙啊 等等啊 要修善一心 要整理完备 修其祖庙 设其 臣其尊器 要把祭奠祖先的 顶啊 斗啊 鬼啊 一些这个祭祀之器 啊 把祂呢 这个 陈列出来 啊 逝去灰尘 把祂都整刷一心 社其商医 商医者 医商也 现在我们颠倒过来叫了 医者是商医 商者是下商 就是裤子 社其商医 实质上是把 这个 以氏的 祖先的 这商医 再拿出来 把它陈列出来 建期实时 那春秋 我讲是一年四季 那四季 按四季 这个实力 一些 这个新鲜的蔬菜啊 水果啊 啊 一些食品呢 把它 准备好 那么我们今天看 有的时候呢 我们 这个 在祭祖的时候 啊 呃 有的时候在上坟呢 或者是我们 在一些庙里边 祭祀的活动啊 也用一些 这些食品 其实这都是传统 祭祀 啊 这种这个 文化的 一种传承 那 见期实时 啊 把这些东西 都准备好 准备去行 那个宗庙之旅了 啊 这种宗庙之旅 在中国古代 啊 它是一种 积礼 这种积礼呢 是中国古代社会 文化生活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们说 这个 中国 古代啊 礼非常的完备 这个礼的形式 非常之多 国之大礼 啊 有祭礼 有经礼 啊 这个 我们现在呢 有一些国賓礼 在平时的人生的道路上 有生礼 啊 有 冠礼 嗯 有婚礼 嗯 去世的时候呢 那 有丧礼 下葬的时候 有葬礼 啊 那 后人呢 对他的祭典 还有祭礼 人礼 特别多 实际这种礼 是人的文化的一种标志 礼 能够使人 更加文明 为什么礼 能够 使人更加文明呢 我们在下一讲 将要结合着古礼 和我们今天还存在的一些礼的形式 就这个问题呢 做一个更加深入细致的抛析 我们这一讲呢 就到这里 谢谢 在中国古代 这个 敬礼 丧礼 这都是一些大的礼 是敬礼呀 接下来 敬请继续收看 在中庸和谐之路 下部 天下制成 第二讲 以孝为本 敬礼篇 在中国古代 这个 祭礼 丧礼 这都是一些大的礼 我们现在呢 这方面的礼呢 实际上是一种萎缩 但是我们现在也很好地保存了一种礼 你比如说 我们每天 我们这个当朝阳升起的时候 我们那个升国旗的仪式 其实升国旗就是一个礼的非常好的一种表示 一种体现 每天按照这个太阳升起这个时间 我们的国旗仪仗队 买着非常整齐的步伐 很尊严 很威武 从这个天安门中出来 带着这个国旗 走到天安门广场 然后呢 是伴着乐曲 把这个国旗呢 仍然的升起 每天一年四季 都有很多到北京来旅游的 来观光的 来办事的人 但到那个清晨的时候 在那里面早早地等待着 就看这种升国旗的仪式 那国旗 升起的时候 每个人的心中 都对这个主国产生一种自豪感 如果就按那个事本事而言 不就是升国旗吗 如果没有这种庄年的礼仪跟着 那么想 有一个 这个 把金的老头 早晨起来了 夹着旗 到这就可以升起来了 是不是 那个火 本身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种仪式 而且呢 在升国旗的同时 要伴着奏国歌 那升国旗的这个仪式 是一种利益 奏这个国歌 是欲 我们所说 中华民族 是礼乐之榜 其实到今天 也仍然 一直传承下来了 不过是我们没有细分析 我们也是 百姓日用而不知 是习言不察而已 也真是因为有了这种仪式 有了这种音乐的激发 才使得我们每天呢 面对着 朝阳 那是狗日心 日日心 幼日心 因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那个 我们自己的这个民族特征 就是一种自强不息 积极进取的 那么一种精神 也使得我们这个民族 它既是一个 在人类历史上 最为古老的民族 又是一个在新时代 仍然焕发着青春 洋溢着朝气的 这么一个民族 实质上呢 这里边都有 礼仪的作用在里边 当然呢 我们的古礼 有很多在现实的生活中 都被 这个忘却了 有的都被丢失了 也有一些呢 虽然在形式上保存下来了 但是内容 人们已经 对他 不是很理解了 你就比如说 这个婚礼 我们现在的婚礼 大家 这个 每逢 节假日 经常要参加婚礼 那婚礼的这个 仪式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女孩呢 新娘子 在头一天就要梳洗打扮之后 然后坐着这个划车 来 一般我们就去看 说要你看 这家新娘子 那个车是个什么型号的 有多少量 这个象征的这个婚礼的 那个场面是不是隆重 然后呢 到这个婚礼的马厅 组织人按照那套程序 把这套婚礼的过程 这个也很快的 就 就这么 走这么一遍 然后大家就开始吃吃饭 回来之后就是讨论 你看这家孩子 就把婚礼办的 你看人家那个菜 怎么这么好 这家孩子 那个 把婚礼那个地方 多么多么的豪华 都去讨论 没有去考虑 这个婚礼的真重价值 在哪里 实际上 婚礼呢 它是两性人家 在周时 不讲 同性不成功 它是指 两个血统走到一起 实际上呢 是青年人成长之后 从脱离了父母的环保 走向了独立生活 另外又组建了一个家里 一个社会新的细胞诞生的一种标志 那从结婚那一天起 夫妻之间就要担当起一份社会的责任 实际上 那个婚礼进行曲 一想起的时候 一对新人走向红地毯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 以后人生的路 就要相互 就要帮助 一起走好 实际上那就是意味着 要牵着手 要牵着手 白头鞋了 婚礼呢 就是用这种礼仪的形式 赋予了一对新人 这么样一种生活的意义 价值 所有的这个礼仪的价值 其实都在礼仪中给惨发了 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经典文献 我们的儒家经典十三经里边 十三经中就有三部强调礼 周礼 义礼 礼记 我们的周礼是周王朝的国家制度 义礼呢 是周这个社会时期 人们之间交往的形容规范 而礼记恰恰是对这种礼的哲学思想 和他们所在乎的意义 这种结实 这种参与 周庸恰恰就是礼记中的一篇 所以他的主题思想 也是在演绎着礼 解释着礼 说明着礼 在十三经之后 我们后来的学者 认为儒家经典 这十三经很好 但是还有一部经典 也很好 也应该加入进来 因此又有了十四经 而在这个十三经之外的这十四经 又是一部礼 所谓的大代礼记 因此你们看 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中 敦礼是极为重视的 那好 我们回过头来再说 我们周庸忠 关于在纪礼这方面的 它的价值之所在 说宗庙之礼 所以去招牧 宗庙在祭祖的时候 那个始祖庙要在前边 要在中间 然后依次排列 这个排列的顺序呢 是左为尊 左为朝 右为目 是左朝 右无 实际上 对这种尊妙的记事 那就是要分出一个 哪为长 哪为右 哪为心 哪为后的 这么一个 这种 从亲 从血缘关系这个角度上 分出一个 相互之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这种一个次序的问题 宗庙之礼 所以续招牧也 是爵 所以便贵贱 按照爵位排列 那是生 这一辈 要分出一个等级 什么是爵呢 在中国古代 这个贵族呢 是分为多少个等级的 那最高级的那是天子了 那不用说 天子之下 是公 猴 伯 子 男 分为五等 那这五等 你到底是公 你还是猴 你还是伯 你还是子 你还是男 所以要有一个顺序 要有一个分等 要有一个排列 那之所以有这种爵位 实际上就是为了 变贵贱 别倾诉 你像周公 他呢 因为在周王朝 初创时期 他摄政 那功劳特助 因而呢 他是 是公 所以他分的那个地 是陆地 那陆呢 这些诸侯就得称公 门入公 齐 这个 最早呢 在江上的 也是公 到了这个 公子小白的 那就是齐侯 正 那就是正伯 都不一样的 所以 因为这个爵位的不同 实质上是表明公积的大小 和远近亲疏的 这个等级之分 续绝 所以便贵贱 续事 所以便协议 不同的工作 分解给不同的人 那看你 是不是在这方面 还有能力 有能力的 做有能力的事 没有能力的人 那些人呢 那就做 差一段的事 劳心者 那就是 做脑力劳动 劳力者 那就做体力劳动 而续事呢 是用来 这个 便 闲 与不孝的 是便 能 与不能的 通过这些 这个不同的事 不同的工作的分配 来看出 哪些人 才能非常 杰出 哪些人呢 能力是 这个要差一些 旅筹下为上 所以 待机 在这种 大型的 纪律的过程中 要让 要让 这个子弟们 都来参与 旅者 重严 以下为上 让这些子弟们 要在祭祀的时候 要对上进行敬酒 敬老 敬前辈 实际上 这是给了 这些子弟们 一次 展示 才华的 机会 因为这是一种 改机 能够涉及到 这个 晚辈的 这么一个活动 旅筹下为上 所以 待见也 愿毛 所以 续齿 愿者 愿 毛者 毛色 根据你的 发色 来排列 这个 等级 这是续齿 所以 持者 年龄 那老者呢 可能头发就白了 中年人呢 头发就花白 那年轻人呢 是一头黑发 根据这个发色 来 这个 叙齿 怎么样 增长 怎么样去 碍用 整个这些 实质上 都是一种 理的 表现 那 综合起来 我们看 实际 理 它是 这个 人 在 繁染 发展 过程中 随着这个群体的 不断的扩大 而形成的 这种 不同的等级 不同的亲疏关系 我们应该怎么样 对待 一种 行为 规范 一种行为上的 标志 通过这种 礼仪 使得 人与人之间 这个关系 都非常的 明晰 什么样人 对什么样人 应该怎么做 因为 这个 古圣先贤们 也是通过 这些社会生活 可能 甚至是 也是因为 在社会生活中 有一些行为呢 他感觉到 不舒服 感觉到呢 他不和谐 有矛盾 因而 加以调整 最后理顺了 这个关系 那么 以后再这么样去做 就好了 那么 随着这个时间的 推移 就一点一点 固化为 我们现在的理 那我们现有的 这个生活 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 这些理呢 他就像一种潜规则一样 有的时候呢 他没有进入到 我们 这个 那个学习的特程体系里面来 但是你做的 一旦是不到 大家马上就有一个感觉 认为 你这不对 你比如说 一个年轻人和长辈 在一起 我作为的时候 年轻人要是让长辈 坐在这里了 他在边上站着 大家就觉得非常舒服 如果他什么也没有 去想他先做的时候 让一个老子站着 大家就立刻就觉得 就违背了理 这个 其实这种关系 我们现代的这个 教学体系里面 还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个 有体系的 这个课程 说我们是在 小学 或者是在中学 或者是在这个 高校 专门有这种 日常生活 这种礼仪的课程 但是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耳辱目染 言传身教 这些知识呢 就逐渐的 进入到我们这种 意识形态里边来了 成为我们行为的规范 成为了指导我们行为的一种准则 实际上 实际上这种理 它也是一种文化的标志 我一再强调 实际上这个 理呀 它的本质 就是人 与动物的区别 动物 那个 形性 磁性 之间的交往 那没有什么约束 而人的两性的结合 由爱情到婚姻 那是应该有一个礼 在这做一个标志的 而动物就没有 所以人类的 这个行为 它是 发乎于情 只乎于礼 发乎于情 是人的本性 而只乎于礼 那是文明的过程 是一种文明的标志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礼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那换言之 它也就是一种文化 与文化使得人 对 区别于动物 怎么样 去 做好这种宗庙之礼呢 要 见其位 行其礼 奏其乐 敬其所尊 爱其所欠 是死 如是生 似亡如是存 达到这种程度 那就是孝之至也 什么是达孝啊 达孝就是要把纪律 要办好 见其位 让死者 这个神位 神主之位 要放好 标志着 像这个人活着一样 又坐到 他的原来的位置上了 像赤身一样 行礼 这个奏其 他所喜爱的那种乐曲 奏乐是乐神的嘛 也是乐祖先 敬其所尊 他所敬者 我们所要敬 爱其所亲 他所爱者 我们谁也要爱 是死 如是生 尽管 这个 我们的先人 他已经过世了 他已经死去了 但是你祭祀的时候 就他 就当他 还活着 是亡如是存 已经没有了 但是在祭祀的时候 我们还要当着他 就存在 你要是能做到这一点 那实际上这是孝 的一个高度 所谓孝之志 达到了孝的 这个顶点 实际上这种 纪律的过程啊 在中国古代 为什么非常 就是这种 纪律 其实在 中国的 这个传统的 农耕社会里边 人类的发展的过程 幼儿时期是无助的 需要有人抚养 当老年的时候 其实 他的这个行动不变 他也需要人 善养 那老年和儿童的区别 在哪里呢 老年虽然说 从这个身体上 他这个 衰弱了 但是他有经验 他在这个人生过程中 他有一生的经历 他能够对 后人的生活 有一个指导的作用 那在这个人类发展的过程中 怎么样能够 让 当老的时候 还让壮年人 还让少年人 仍然尊重 敬爱呢 生的这一辈 去考虑的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 我这一辈 也去敬老 而且 当这个 亲人 父母 过世的时候 我祭奠他们 就像他们存在一样 那实际上 等于给我的后代 做了一个示范 而代代如此 这种敬老 爱幼 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 社会的和谐 怎么称作好 那得 誓死如是生 誓亡 如是存 当成啊 这些人 但依然存在 我们去追忆 我们的亲人 他的英容 笑貌 在一起 想一想 生前 在他身边 那些美好 幸福的时刻 我们在一年 四季中 总能常提 这个面头 那这种祭奠的 本身 它就是一种 教育的过程 我们能这样做了 我们用我们的言行 影响着我们的子女 那我们的子女 也能这样做 那一代一代 因为有了祭 因为有了这些礼 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就少了 这种不同年龄段 这个在一起的 这种亲情的关系 就更为的紧密 就更为的和谐了 所以礼的价值呢 是在这 那么我们基主的时候呢 有四 是死如是生 那死了是不是就是 跟生一样 生死了之后 还有感知 其实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童子在这个问题上 就很豁达 他很明知 这个当他的学生问他 有没有鬼神的时候 他就说过 未能知人 焉能知鬼呀 未能是人 焉能是鬼呀 所以他实际上是 我们细分析 其实他是不信鬼神的 但是他强调什么呢 他强调 既如在 因为我祭祀的时候 我就当他还活着 我要是祭鬼神的时候 我就当鬼神 他就存在 所以强调 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 五不与祭如不在 所以我要是不参与这个祭祀的话 那就 就当他不在了 实际上呢 他强调的 也是祭祀的时候 要有一份 纯净的心理 而焦舍之礼 所以是上帝 宗庙之礼 所以似乎 其先语 明乎焦舍之礼 地长之义 治国 其如 似著掌乎 这一句特别重要 焦舍之礼 这个中国古代祭祀的时候 要到郊外去祭 在南郊祭天 在北郊祭地 所以你看 在我们北京 我们的南边有天坛 我们的北边有地坛 这就是在南边是祭天的 在北边是祭地的 这是焦舍之礼 因为这种礼呢 是祭苍天的 祭丧帝的 祭一护于人之上的一个 更高的 高于人的一种力量 因为在中国古代 这些很长期间 大家是认为是有这么一种力量存在了 而宗庙之礼 是所以似乎其先业 是祭祖 实际上呢 祭祖也是随凡后人 要是真的能够明白了这个焦舍之礼 和地常之礼 地常之礼是什么呢 所以春秋之祭啊 一年四季都要祭 那夏季叫地 秋季叫长 所谓这个地常啊 实际上也是代表着春夏秋冬一民 四季的祭祀 地常时期呢 有两节 一种是指着四季 不同的时期的祭法 它的名称 还有一种解释 说这个地常之礼 它是一种礼数非常高 非常隆重的一种技术 那实质上是礼呢 是指从高到低 由远即近 从祭天到祭祖 所有的这些礼 你要是都明白的话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那就是 治国欺辱 施助掌乎 这些礼你都懂了 治国算啥呀 治国就像 就像放下你的手掌一样 那么容易呀 就像你看你的手掌的纹路 那么清晰呀 那治国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当然治国不简单 治国要是想 能治理的好 那就要对这些利益 要有一个透彻的理解 因此呢 我们中华文化 中华文明 它在发展过程中 它不是一心的指示 去发展经济 去获得这个经济效应 它实质上是 既养育我们的身体 又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它是精神和物质的同步发展 其实我觉得 这才是一种文明的体现 而这种文明的弊 在中卯里边 就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这一讲呢 就到这里 谢谢 取人以身 那这个身怎么能做好呢 我们说内修外用 那做得好 就能做得内胜而外 接下来 敬请继续收看 中庸和谐之路 下部 天下制成 第三讲 文物之道 问证篇 本产品 由北京中智信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制作 北京中智信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致力于研发高端 前沿 深邃 理性 实用的管理培训类优秀视频教材 为主营业务的公司 公司已经陆续推出 由国内一流管理培训教授主讲的 名师系列产品 和由在惠普 盖罗普等著名企业 担任过高级管理岗位的职业经理人 主讲的高端民企实战系列产品 和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系列课程 产品包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我们正在与国内培训行业 具有很高知名度的老师合作 更多产品在研发之中 敬请您的关注 热切电话 1358185068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理性实用感管理培训产品 热线电话13581850680